親愛的主耶穌 我們是何等 歡喜高興能夠來到您面前 請起來敬拜祢 主耶穌 求求你這時候 讓我們的心思意念全然專注在你的話語裡面 我們的心靈敞開 我們的心靈願意把你的話語放在我們生命當中來 讓我們今天聽著你的話語 讓你得到力量成為大名的演示 這樣道道就是奉靠耶穌的名字 阿們 今天在這裡是非常高興的一件事情 真的是上帝很奇妙的帶來 讓我從這個信徒的身份 然後成為一個傳道的身份 這是非常非常值得高興的這件事情 那其實這四年來 我是有個教會的會友 那也是就是教會的分子 那現在我離開教會四年 那我有兩年的時間在張基的教會主事 另外就被上帝感動 然後就派到 就是不是派 就是說到神學院去送裝備 有兩年的時間 那我這兩年也在外面的教會實習 在教會實習 所以有四年的時間 我沒有在泳池然後進來上帝 那今天能夠回來 尤其是在華語黨 這個是非常高興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從來沒有在華語黨敬拜過 這是第一次 所以非常高興 然後其實華語我也跟你講得很好 因為我覺得我華語 還一點都順暢 非常高興 那我要先說我的一些背景 因為可能很多人不太認識我 尤其是今天是第一次 今天是第一次來的潛群帥 第一次 哇 太讚了 我今天昨天晚上 我邀請那個美 魏 魏貞 對魏貞 魏貞 這是我張基過去的同事 那他現在要回來張基了 我很高興 那是魏祥 是不是魏 魏祥話 是魏的魏祥 對嗎 OK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 後來非常歡迎你們來 好 那我要說的就是說 生命當中其實 我們是這樣一起相處的 那我要說一下過去 我九年前我先生過世 然後呢 那這個教會就是魏福 在我們家裡面做了很多 陪伴跟照顧跟愛的工作 特別是面對我們三個女兒 那我這三個女兒 從少妻子到七年團體 都在這裡受了信仰栽培跟照舊 那真的很感謝大家 那也很感謝上帝 然後一直都沒有停止那個愛 他真的是不離不棄在愛我們 所以我在這麼大的年紀 天地順土去讀神學院 主要就是要回應上帝的愛 這三四年來 其實我一直很害怕當牧者 至今到現在 我還是感到戰戰兢兢 因為神學院兩年的裝備 真的很不夠 那也很害怕把上帝的話傳錯了 雖然大家知道 大家對我的期許都很高 我也對我很多的肯定 我要說謝謝大家 那事實上我還是非常害怕 但是幕會就是要面對很多元的社會 而且呢 很多信徒有很多不同的需要 的挑戰 那對我來說就是很惶恐 但是我早上呢 聽到俗方態是學智商經理的 我就很興奮 我就覺得欸 又多一個人學 那我就覺得其實我們可以建構一個 愛的意志的教會 被意志的教會 這是我很多期待的 其實今天在今天的經文當中 我自己得到很大的記憶跟信心 我本來是很害怕很恐懼對不對 但是我今天 為什麼我今天跟大家分享這一段 這段經文 是因為我自己的害怕 我覺得這段經文給我很大的信心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 對於自己的做事 也常常覺得害怕懶缺 那那個靈在裡面 那我今天想說透過神的話 也激無人員的心 讓我們內心呢 的恐懼 害怕的靈都能夠出去 因為神又有存在 我們就可以變得更剛強更淡淡 由神通勤就能夠完成神 要我們完成的使命 那我今天就用激電的故事 來跟大家來分享 那這首你知道耶穌亞他過世了之後 耶穌亞大家都很知道他對不對 他一直到扫羅網做國網的時候 這個這段時間 其實就是以色列人的非常 就是這段歷史當中 是一個非常黑暗的一個時段 那也是以色列人陷入這個宗教 還有道德 非常黑暗混亂的時期 所以大概有三百多年的期間 那這段時間有一個特點就是說 以色列人因為他們到這個加南去的時候 他們沒有辦法除掉 所有加南地這些人 就是外方人的這些 就是他們的這些族群 所以他們跟他們在一起 那他們在一起的時候就會怎樣 漸漸的離開神 然後就跟那外方人 就是通混啊 那跟他們在一起 然後有他們的文化風俗習慣 所以呢他們很容易就拜別的神 所以上面好多次好多警告他們說 欸你們不可以這樣喔 那個不可以不可以怎樣 敬拜別的神喔 那你們不要隨從外方人松鼠喔 不要不要不要 一直在警告他們 結果呢他們有沒有聽 沒聽喔 所以他們上次就把他們交在手中 交在外方人手中 讓他們來敵對喔 那時候以色列人都沒有國望 然後個人都憑自己的意見 一直來寫 所以這次他們每人啊 一直重複一直的一個循環就是 以色列人啊 離棄敬拜巴黎 做了他們的偶像 那上帝就允許外方人欺負他 這上帝允許喔 那 當他們痛苦的時候 他們就呼求上帝 那上帝就引領他們 所以他們就拆太子喔 誓師 去拯救他們 帶給他們一段很平 太平的日子 但是呢 好景不長喔 以色列人很快 然後就將上帝忘記了 又去拜巴黎跟亞瑟 亞瑟拉的偶像 結果外族人又來侵擾他們 他們因為痛苦又向神呼求 那神又拯救他們 就這樣馬馬復得了三百多年 那我們來看這張圖 誒 怎麼樣 我來揮一揮 好 我們來看這張圖 有沒有看到 那一開始的時候 從犯罪 就是以色列人怎樣 敬拜別的神然後犯罪 然後做了上帝所不喜悅的事情 這個這樣的過程 然後呢 他們就拜巴黎啊 拜亞瑟拉為神 那以後就將他們 以色列人交在這個外邦的首領 然後他們就開始受苦 那受苦完了之後 然後他們又派怎樣 洞不掉了 透透了 就開始呼叫上帝 上帝也拜託救我 你救我 那上帝又怎樣 愛他們 啃擊他們 然後就怎樣 去派這個士師來拯救他們 所以他們又獲救了 那獲救了之後呢 我來看看這張 我們來看這個 總共有這麼多次 一開始的時候是 第一個 地位士師 就是這個 赦俄陀內 這個人 那一開始的時候有這個 這個要怎麼看 這個叫做 古山麗薩典 這個佛王 那一開始他們就被 被侵犯 就是被這個佛王來侵犯他們 那後來這個 那個俄陀內的士師 然後 上帝就派他來拯救他 那我們再看看 後來呢 再過了就是那個 二陀殿 他就把這個 摩鴨王 摩鴨王叫做 伊基倫 這個人 他就把這個伊基倫怎樣 就是交在這個 就是他就殺了這個伊基倫 那我們再看看 這個就是一個過程 然後他們又開始犯罪犯錯 犯錯之後 然後 上帝又犯錯 然後又再呼叫上帝 他們又叫這個乙父 乙父這個人 士師 這個乙父士來幫助他們 然後呢 然後又叫三家 然後來幫助他們 那這個 三家就殺了這個 然後呢 然後呢 後來又犯罪 然後上帝又來救他們 然後救了 底波拉 跟那個誰 巴拉 士師 這個也是一個士師 紅色的都是代表士師 然後他也來救他們 然後後來 再來就是我們今天主角 就是米店人 米店人又來攻擊上帝 他們又做天皇 不高興的事情 然後呢 基店就來救他們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看這個 基店的故事 讓你們知道 大概知道 那個前面的背景 大概是這樣子 那以色列人 他們就 其實這個耶穌瓦 看了惡的事情 這個耶穌瓦 覺得這樣是不對的 因為他們拜巴黎 跟亞瑟拉 坐上帝 所以你們看到 那個仇復的過程 就是犯罪 受苦 然後再呼叫上帝 然後再能拯救 大概是這樣一個循環 那請問 這個是不是 我們現在生命的光景 當我們犯罪的時候 很容易就帶來很大的 更大的苦毒 或者是苦疤 在你的生命當中 那這時候呢 你就會怎樣 求救 你就會求救 上帝啊 拜託 我這樣很苦 很可憐 拜託幫忙 救救我 那我們就會緊緊抓住神 需要上帝的幫助 然後救我們脫離這個苦 或者是滾抱 因為我們不想繼續受苦 但是當我們生活很好的時候 或者怎樣 風平浪靜的時候 就會怎樣 就會忘記了 就會忘記上帝的存在 而且呢 會認自己的意識 想不到怎樣就怎樣 自我中心就過來了 有沒有發現 常常我們就很容易自我中心 就做自己了 然後就忘記跟上帝立約 他們也是啊 以色列也是一樣 都是忘記上跟上帝立約的 對不對 是要堅定就是要怎樣 第一條建立就怎樣 要敬拜上帝啊 要敬拜上帝啊 那你怎麼可以拜神啊 那你怎麼可以拜 我們第一條建立就毀了 有沒有 我們也常常是這樣 就是 常常忘記上帝的約 跟上帝立約 然後常常遵請上帝的指令 所以上帝的建立 我們跟教導 我們常會忘記 那我們跟女生人其實 沒有什麼兩樣對不對 即使我們現在這麼現實 這麼現實 這麼現實 就是再有些 沒什麼事 就要把他送給他 好 但是喔 你看我們的上帝喔 他沒有離棄耶 他有沒有不愛我們 他還是一樣 繼續不理不棄愛的人 只要我們怎樣 上帝都沒有計前選嘛 只要我們受了 然後他就不忍心 只要我們認罪回來 他就用愛重新包容 重新接納我們 這就是上帝的愛跟饒恕 不是嗎 但是我們做錯犯罪的時候 上帝也會行公義喔 把我們交在誰手裡 讓別人來跟我們激情 讓我們受苦 神也會 你看喔 以色列他們就會把他交在外旁邊 這敵人 米店人 這個今天就講米店人 他來攻擊他們 那我們就知道說 國略有一個神 他也會生氣 他也會難過 他也會失望 那為了愛你們喔 不要讓你們一直活在最終 他就會管教我們 那為何上帝還要請士師 來拯救米色列人 那士師的角色到底是什麼 我們來看看這個士師 他的角色 如果從西國人來說 這個士師原來的意思是說 判斷 治理 或者是辯護跟刑法 本來他的意思也就是這樣 但是在這個士師祭裡面 我們從士師祭的所作所來看 其實他最主要扮演的就是 那個拯救者的角色 就是來救 救以色列人脫離這個米店人的捆綁 的受害的 那他希望說這個士師是帶點怎樣 百姓能夠得到一個平靜安危的心 就像積電他是一個拯救者 那耶穆法就興起這個士師 那士師就來拯救他們 脫離這個外方人的手 那這裡很重要一點喔 大家要注意喔 不是士師很厲害 注意喔 不是士師很厲害 是誰喔 不是士師有能力去救他們 是誰 耶和法的靈 注意喔 這句話很重要 是耶和法的靈 降在這個士師你身上 然後他才有能力去拯救以色列人 是這樣的情況喔 所以神不是要我們驕傲 是神要我們跟耶穌同一起來 所以弟兄姊妹我要跟大家 跟大家說 當你各方面都很受祝福的時候 你就很受祝福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自己 這些都是我自己努力的結果啦 那還是說 你會很感謝上帝 一切都是上帝的祝福跟看護 人如果自以為很優秀 自以為很厲害 自以為都是自己努力得來的 那我們容易怎樣 很驕傲 就會忘記上帝的恩典 然後也很容易偏行自己的路 然後驕傲知道 而且還自以為一 自以為中心 這個是上帝所不喜悅的 因為神要我們尊祂為大對不對 那基甸呢 在這個十三位事實中 是祂是其中的一位 那也是我們今天在第六節章 第六章的裡面說到的 那我們從第一節這邊看 所以我們今天是讀第七節 但是我們從第一節來看的話 以色列人做了耶和華認為 惡的事情 他們力氣上力 所以耶和華就把他們交在 在米甸人的手中 總共有七人受苦 那米甸人就壓制他們 改惡者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呢 因為米甸人就在那個在 他們就在 他們受苦 然後他們只要為了求生 他們就自己挖洞 挖洩 然後建造 營戰 那我們來看看 他們是 這是上帝解決基電 我猜一張 不是這裡 在這邊 也沒有在這裡 沒關係 我剛剛把那個PPT 有被人解掉一些些 所以我剛剛沒有辦法解釋 他沒關係 我先說這個 就是以色列人他們 每一次他們撒走了以後 這個米甸人 還有亞馬利人 還有東方人 都會來攻打他們 那每當以色列要收成 他撒走完的時候 要收成啊 每次收成的時候 這個呢 這個什麼 要收成的時候 都被米甸人都搶走 他們就來搶 每次要收成的時候 他們就來搶 搶了之後 那被搶走 百姓就怎樣 哇 很受干擾這樣子 所以他們又向上帝補求說 然後上帝就猜害這個 激烈人來拯救他們 事實上上帝很難過 以色列人的行為 因為上帝曾經這個 帶領以色列人怎樣 從埃及 是奴隸的身分對不對 他是奴隸 然後呢 他把他救出來 然後呢 救他們脫離出來之後 又讓他們不受欺壓 然後又施給他們加盤病 那以色列人 住在這個加蘭地 他們裡面有養蘿莉人 他們就住在那地方 那上帝叫他們說 欸 你不可以敬拜那個 他們的上帝喔 不可以喔 不可以喔 但是呢 他們有沒有聽 沒有 他們還是不聽 那這個就是以色列人 他會受苦的原因 因為孩子 你看喔 如果孩子假如做父母的 如果孩子做錯事情 做父母的會怎樣 會怎樣 要管教 更何況我們的上帝 因為愛我們 不讓我們偏行幾乎 一定會管教的 可是你看喔 在這個過程當中你看 到了第六章 第十一節 第十二節的時候 又不一樣的喔 上帝喔 這個以色列人就受苦對不對 受苦的時候就開始 跟上帝 塞麥了 就拜託啦 拜託啦 那上帝喔 對他那種塞麥 然後 很憐 這些受苦的人 他很受苦 他很憐他們 然後呢 又心疼 又心疼 他用菜派這個 一二頭碗的使者 這個時候 這個基墊 即使是約阿師的兒子 他就說 他說一句很重要的話 也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是什麼 大門的有事啊 耶和華怎樣 與你同在 再說一次 大門的有事啊 耶和華與你同在 那神就 將這個 要拯救以色列人 這個計畫就告訴基墊 你覺得基墊呢 他的反應是什麼 來 我問你們 基墊的反應是什麼 基墊有沒有相信 說我可以救以色列人 有沒有 有沒有 沒有 今天很懷疑 也不相信 而且很生氣 又反問上帝的那個使者 說 若上帝跟我同在 我們為什麼到現在還在遭受苦難呢 你不是說你要離我們從埃及出來嗎 結果咧 上帝到底在哪裡呢 你現在把我們丟著 還把我們丟在這個米甸人手中 你就去聖上 你看 這是什麼 他生氣的理由 他很哲氣的理由 那上帝就說 我要靠著 靠著你這個能力 現在這個能力 從米甸人手裡 拯救以色列人 不是我拆卸你去要救他們嗎 基墊說 主啊 我哪有能力去救以色列人啊 你看喔 基墊有沒有信心 沒有 沒有 跟我現在很像 就是沒有信心 很害怕當傳道 那個感覺是一樣的 然後呢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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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他開始說理由 為什麼 沒有 我沒有信心的理由 他跟我講 我父親啊 在這個 我父家 在馬來西斯派中 是最貧窮的 我在我父家 是最小的 我怎麼可能去拯救我的國家 那是不可能的 耶穆阿對他說 我要跟你同在啊 你就可以擠打米甸人 就像擠打一個人一樣 一個人而已 一個人而已 其實米甸人是好多 像王總一樣的喔 今天說 我如果是 我如果是 上帝啊 我如果在你面前 門登的話 求你給我一個證據 使我知道 跟我說話的就是 准 來 我們從這個經文喔 我們就每個資 今天一開始 對自己是沒有信心 對不對 他評估自己的能力 身分 詮釋 地位 他們是以色列斯派裡面 最怎樣 最什麼 最貧窮的 而且是用最小的一支 這樣感覺 就是沒有第一支 對不對 就沒有第一支 你身分是怎樣 最小的 最小的 他怎麼樣我的人 拿不到他去救啊 怎麼想 所以我們很容易用 因為我們的環境 我們就會覺得我們自己這樣 不行 我們不能 我沒有辦法 對不對 如果上帝選招你 你行嗎 不行喔 害怕我不會 我現在 為什麼拒絕上帝三十年 我也是一樣 我不行 我覺得我不行 但是呢 我今天 我讀了這個經文之後 我覺得我突然間 也拚得比較欣欣一點 真的 好 但是呢 上帝要用人 卻不是因為我們 有多少 學識啊 地位啊 對不對 也不是有多少的才能啊 聰明才智說 你比較好 你比較努力說你行 不是喔 我們 但是我們很多時候 上帝是看我們不知道 怎麼樣 不是你能力多少 你忠理有多少 你學識地位有多少 都是可以 不是說你學識地位多怎樣 或是看你很漂亮 都不是 怎樣 我是一個什麼 尊主為大的心 我們有沒有把上帝 放在我們的心裡面 我們有沒有透過上帝的靈 讓我們去面對各樣的征戰 各樣的挑戰 這才是上面要我們做的事 對不對 那這個經文就是我們學習成為一個 大人的勇士 那大人的勇士 到底要具備什麼樣的特質 啊 來 你們說 大人的勇士 需要具備什麼樣的特質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將我們的有限 我們是不是覺得我們自己很有限 對不對 我們不完全嘛 我們能力有限 我們的知識才能有限 然後我們的神學知識也限 因為上帝認識也是很有限 對不對 好 但是上帝要我們承認我們自己有限 然後把我們怎樣交在上帝的手中 對不對 我們要去盡盡上帝的無限 因為神是全能的 那不要一直看自己有限 一直覺得自己不夠 自己不足 自己不能 上帝不要我們 以我們的現況 然後來限制我們 而拒絕上帝的心力 若是這樣 那我們一生的努力 都是在累積自己 希望自己足夠 等到足夠了才來回應神的護照 這不是這樣 神要 神這樣會讓我們一生都活在 懼怕跟口罪當中 因為人生有太多的情況 是我們自己掌握不住 控制不住 控制不住 如果因為我們努力而做到了 我們可能就會驕傲了 甚至也不一定 願意被上帝所使用 因為我們驕傲了 我們就自我重心 好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怎樣 要與什麼 與神同在 我們跟神同在 我們才能夠成為一個勇士 那神用基電 來表明一個原則 就是真正 有大名的 這樣會剛強的是因為 神與我們同在 只要有主 我們就可以剛強壯大 那就足夠了 那我們用我們一生去經歷神的無限 然後讓我們成為神恩典的管道 一生流出無限的神的恩典 如果是神使用基電 神使用基電 其實基電也是很害怕 對不對 但是神還是用他 神沒有說你很老的 所以我要用你 沒有 那你是很害怕 對不對 如果我們感到軟公主 他照樣可以使用每個人 不是嗎 那我現在 就是當我們 我現在要理錯一件事情 當你把你的名字跟神放在一起 什麼意思 因為當基電人要去打你 基電要去攻打這個米店的時候 他們會喊一個口號 叫做耶和華和基電的刀 他們用這個來呼喊然後去打你 意思就是說 不是我基電去打 是誰 是耶和華和基電的刀 那現在我要你們做一件事情 耶和華和崇軒的刀 耶和華和你的刀 現在把你耶和華跟你的名字放在一起 來現在唸一遍喔 自己的名字喔 你要唸自己的名字喔 你要唸自己的名字 耶和華和 中間的刀 對 就是你每一個人到 去怎樣 去爭戰 去面對外面的 世界的挑戰 你的生命當中 你要每天怎樣 有耶和華跟你同在 所以你每次要去做任何事情 就是 上帝你也有同在 也有同在 去爭戰 所以不要說 我要去 靠自己 不行 哇塞 可以 好不好 我們用這樣的一個過程來看待 第三件事情是什麼 來 基電座的第三件事情是什麼 勇於呼求 勇於呼求 勇於呼求主 啊醫生的人都勇於呼求 一天到勇於呼求 一天到勇於呼求 不可以就呼求 不可以就不夠 這不是很像我們嗎 我們常常都這樣 有患難的時候 才會跟人比較好對不對 你會發現 你跟人比較好 通常有說患難的時候 我也是九年前 我今天走到這裡 大概也是九年前 我經過患難之後 現在對著比較好 有沒有 這也是啊對不對 我們每一個人 幾乎都是這樣吧 有沒有人不是的 我不知道 這是我覺得 我自己也經驗 那基電喔 那基電喔 他也是喔 他跟上帝求兩次的印證的打造 因為我們講 基電他就是不相信自己 然後他也不知道說 上帝真的 真的要跟他同在 他真的是不相信 所以他就用了兩次的印證 他就用那個什麼 羊毛做試驗 你們記得這個故事嗎 羊毛 他說喔 他說我還用腿羊毛 如果說今天呢 這個羊毛 我現在弄也很羊毛 他其他都是那個什麼 別的東西都是 他說只要這個羊毛 明天我看到這個露水 它是濕的話 它就怎樣 如果我看到這樣的話 那就表示上帝有屠在 我就知道你是可以的 結果第一次他 做一做他相不相近 第一次做耶 就完之後就覺得 啊不 這樣 就是氣一半的啦 氣一半就說 欸真的是這樣的 不然我再想 再想第二次好了 這一次是怎樣 換成的天打 這個羊毛 跟另外的比較 那如果說只有羊毛是乾的 那其他都是濕的話 那我就相信你 欸有沒有 濕了兩次 你看 他自己跟上帝失業 這個很哭吧 他一個蓋 他很蓋 他就蓋球 他就蓋球 沒想到他的禱告 上帝都垂拼 而且意念 濕戀嘛 就製造自己的使命 這樣 他會做什麼 他的使命要做什麼 就是要帶你以色列 去打敗這個什麼 里面人 就把里面人殺了這樣子 所以上帝就聽了這個 濕戀的呼求 那濕戀呢 你願意 這時候他就願意順子 我們每次都被打敗 很慘的時候就說 好啦我相信你 好啦我相信你有沒有 那時候你就該不會相信你 所以我們人生的每個階段 難題跟導戰 我們就要邀請上帝 然後參與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我們只要遇到很多困境 在他有沒有難成的事 在他沒有難成的事 所以我們要帶對神有信心 對神要 就是有神通在 你就會變成一個大門的勇士 那現在我要你做一件事情 我們要來 我們要來做一件事情 因為我 我這次會講這個主題 是因為小雲跟我講一件事情 他說 我聽到童工說 跟華語聚會人出現 本來過去都有80個人左右 現在已經降到40個人 少了一半 少一半 那我聽到這個 我也有 我是這樣 因為我一直都不知道 華語到底 他的狀況是多少狀況 那很多童工看到這樣的狀況 都一直在下降 覺得很難過 那羊群就是流離失所這樣子 那希望說 有能夠 有人可以 就是有牧者 能夠把羊群帶回來這樣子 那期待有很多的牧道 有被神的愛所吸引 那看到童工 有這樣的一個意象 跟胖胖其實是很棒的 也是我們未來可以贏的目標 我相信 教會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大量的勇士 你相信嗎 相信 好 只要我們的有限交在神手中 我們的缺乏讓神來填滿 我們的問題讓神來解決 我們的需要讓神來引導 有神同在 就能夠完成不可能的任務 那我現在對 我們也該說 我希望這三點華語同的目標 是建立在大量的大量勇士 意思就是說 一百個人都是大量勇士 不是只有一個人 十個人的同工是大量勇士 是怎樣 每一位同 每一位信徒 都能夠成為大量勇士 那每個人都以神為中心 用上帝為力量的來源 除了有力量 我們很有限 但是上帝是無限的 大家有信心嗎 有 有 所以現在呢 我要正式邀請每一個人 來參與這個神社的使命 請大家眼睛閉著 閉著 請你想一下 在你的朋友當中 家人當中 神現在最需要神的愛 你心的腦中出現的那個人是誰 在這三年當中 你要常常為他們的報告 邀請至少一位目道人 進入教會 或者是他已經很久沒來教會了 帶領他再回到教會 把那個陽羇失散的再找回來 用上帝孤離不棄的愛 陪伴他們去經歷神同在的美好 你願意一起來完成這個使命的 親你舉手 不要愛他 不是靠你自己 乃是上帝也有同在 成為福音的大名勇士 好 請放下 我希望上帝來感中他們 那我們不要因為一次開口 被拒絕 就害怕 我們要持續不斷有智慧 來邀請他們 多為他們報告 上帝自然會動功 你也可以去經歷 上帝與你同在的大名 若剛剛你還沒有舉手 我最後一次要問大家 這次可以 你剛剛舉手可以一起舉手 若你願意參與這個神聖的使命的 請舉手 謝謝 我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人 謝謝你們 請放下 我相信 大概可以眼睛眨開 我相信一百個大的勇士 很快就能夠達成目標 這是我們這三年的盼望 請我們今天來達告 親愛的主 我們感謝你 透過今天紀念的故事告訴我們 我們實在有限 會害怕 膽怯 我們需要邀請你十惡若同在 我們才能成為大名勇士 我們歡迎唐廟建立百人的目標 求你帶你投工 與需要的步道友 來到你面前 敬拜你 這樣禱告 就是復靠隨處的禮求 阿們 謝謝 謝謝